哎 美女 美女 你给我解决一下 来 密码不对 密码不正确 啊 密码 这个用密码吗 就是 我 反正密码不对啊 我这填密宝 这不对 什么密宝 美女我跟你说啊 就我 我可着急了 我买这套房子 我并不是为了住 就我有一个多少年前的那个扣扣 密码 密宝问题找不回来了 我填老多东西了 最后我能不能是一个买个大房子呢 我就买了嘛 买完我填也不对 全对不上 什么问题啊 你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 小时候填的 那是上学时候 嗯 你小时候填的该不会是考试得100分吧 怎么可能呢 我能做那么大梦吗 我的梦肯定贴近现实 我那时候我班级倒是丢了 那先生你这问题也不至于真去买房子呀 哎呀 我就为了这个问题我买好几样东西了 买了个车填上去不对 买个房子填上去不对 这全不对 你看你给我解决一下吧 出头去吧 小让 你说他就是这个问题 你还真去花钱买呢 那你看你不得完成吗 那梦想完成了之后再写 完成了之后发现他不是你小时候的梦想 我这跟房子其实没有关系 我这怎么帮你 现在吧 我现在就心里边有一个答案 我不知道天能不能对 但没法实验的 没人能配合我呀 嗯 就是能不能是拥有一个真正的爱情的呀 你试试啊 能试吗 那怎么都能呢 这多简单啊 美女呢你看你也不用多帮我 你帮我个小马 咱促一段时间我先把答案填上